漂亮 太好吧 大哥这个臂力惊人 我感觉 您这个臂力应该就 全是肌肉 对啊对啊 经常打 经常打 就用这个地方这个肌肉 打陀螺是景谷村寨盛行的 群众性传统体育活动 被列入第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黄发奎大哥 是当地的打陀螺高手 他告诉卫道调查员 自小练就的毕里 不仅用在陀螺比赛上 还和捕鱼有关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手里拿个杆 这怎么捕鱼啊这个 就是打鱼 赶鱼赶鱼 他就往那边 跑去就去捕鱼王 就打是怎么打的 这么大水花 这样水花它就 对对对 这么打呀 这样打 我还以为我们拿这杆 去准备冲船滑走了 就这么打是吧 对 诺扎杜库去鱼仙丰府 黄大哥拿出一张鱼网 在水面展开拉平 接着 他将竹筏滑到了离网 极米远的位置 开始敲击水面 一时间水花四起 这个捕鱼过程看似简单 实际上是对臂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 敲击了三十分钟 也没见黄大哥要停下来的意思 黄大哥打了半个小时了 咱还打多久啊 要打一个小时了 哎呦 天呐 我这个手啊 已经快没知觉了啊 因为这个打下去的时候 手会震一下啊 震的是手都麻了 其实也要有臂力了 这都不需要一点臂力啊 这需要很多臂力 对对对 这样打呢 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鱼 擀到我们刚才布的这个网那去 是吧 是是对对 黄大哥说 用竹竿敲击水面 可以使水底产生震动波 从而让水底的鱼 受到惊吓 冲上鱼网 只有经过较长时间 较大范围的敲打 才会有可观的渔火 上鱼了啊 上鱼了 上鱼了 大家看嘴还在动呢 你看 嘴在一张一张 非常活 太好了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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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飞 鱼飞 他今天就是收获的一天 又来了 又来了 来来来 好嘞 我抠住嘴 大家看一看 我们今天的收获 好吗 全是大鱼 没小鱼 这个网我们是中文拿大鱼的 小鱼就钻进去就不挂一些 就去挂大鱼 那这个咱们就拿回去 准备烹饪了 好好好